我们来设想一个问题啊 就如果说你有40万左右的预算 你要去买一辆MPV 准新的MPV 你会选择哪些车型 我想无论你选择什么样的车呢 可能你都会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说咱们可能请不起司机啊 虽然说四五十万去买台车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 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高的这个数字了啊 但是我相信可能离请司机 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 第二个要考虑的呢 就是虽然咱请不起司机 但是尽量不要让开车的我 看起来像个司机啊 虽然说后排坐的这个老婆孩子 这个可能是家里的真正的领导 但是毕竟自己买的车嘛 所以不要让别人有这种误解 所以这个车呢 尽量能稍微有点个性 然后看起来就是那种 家庭属性会比较强一些 跟正常的商务场合所用的那些MPV呢 要划清楚一条界限 而第三条呢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就是你毕竟都花四五十万去买车了 绝对也不是你的第一台车 所以这台车的这个配置 能经得起一个比较 不要说配置特别低 做工特别的low 看上去呢 商务色彩非常的浓厚 就比较淡雅一点 素雅一点 但是呢 在豪华啊 在科技感方面 又有比较拉垮的这种表现 这样的情况 我们是不想看到的 讲了这么多 你应该猜到了 后面这台车都符合要求 我相信绝大多人会把大杰龙排除在自己的目标车型之外 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正常人买车 谁会考虑到克莱斯勒这个牌子呢 但是我向你保证 如果说你把大杰龙排除在外的话 你会把这个档次的MPV当中的MVP给忽略掉 其实看到大杰龙啊 很多人都会感叹于这个车 真的是好大好大 这个车的长度呢 有5米18 这个不算什么 其实它就是比5系长的那么几厘米而已 比GL8还要再短个4厘米 它最头疼的地方就在于啊 这个车特别的宽 它的宽度达到了2米04 2米04是什么概念 就是还是说GL8 它要比GL8长出16厘米 这可能就是一个跨级别的宽度的差异 如果说你开过很多车 你就知道 其实车长车短 对于倒车这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太高的难度的要求 只要车位够长就行了 真正对我们停车产生巨大困扰的是什么 是宽度 因为我那边的视觉盲区太大了 副驾驶那一次我有很多东西看不见 所以开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心理负担比较重 当然了 克莱斯其实考虑到这一点呢 它有一些措施呢 是帮大家能够减小这个焦虑感的 我们待会再说 不过说句实在话 就是这台车上架之后这几天 来看车的那么多位客户当中 的确有好多位是被这个尺寸给吓到 然后不敢买它 除了尺寸之外呢 我们再说说外观上的另外一点啊 就是说它的这个中网啊 其实我看绝大多数的测评 这个18款的中网 可能我自己觉得会更加的好看一些 因为跟我们普通的这个燃油板 有比较大的区别 它是那种条纹状的 而不是这种风潮状的这种中网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到了19年它又回来了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台车的大灯 你看到是透镜啊 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鲁素的大灯 我印象当中很多的混动车 都会使用鲁素的大灯 感觉就好像是稍微的 节能那么一点点啊 但实际上 两者的这种功率的差异 真的是微乎起位 放到大杰龙这么大的 一个动力电池的储备身上 这一点节约下来的能源 真的是九牛一毛 看不懂 这边是我们家电的这个口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其实就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充电口 没有办法做直流的快充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遗憾的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轮毂 这个轮毂其实比起燃油版的这个大杰龙来说呢 要普通很多啊 它的造型没有燃油版的那种那么大 然后又是镀铬的那种效果 然后轮子小 其实我也是觉得可能是跟我们的这个能耗有关啊 它是想用小轮子来降低一下我们的这种滚动阻力 情有可原 然后这边你看啊 360环影的摄像头 然后这边的这个无钥匙进入都是有的 这台车的配置是非常给力的 这个也肯定都是电动门 而且支持这种脚踢的开启 非常的炫 对不对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被挡住了 我们把它给关上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槽在窗户的底下 感觉怪怪的对不对 这其实就是我们电动门滑过去的一个轨道 这里就不得不夸一下这车的钥匙啊 其实正常的MPV呢 都支持用钥匙遥控开启这个两边的电动门 这个还可以按两下 打开我们的这个电尾门 然后按两下 你感觉车子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对吧 在这个按钮按两下 其实整个车子现在已经通电了 可以直接挂挡就走人了 什么空调啊音响啊都是可以开始工作状态 它的这个遥控开启其实要比通用的那个遥控开启使用起来更加的便捷一些 直接来看它的这个后备箱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其实比较可观 但是必须得批评一下 就是说它这个槽开的实在是太深了 这个如果说搬个什么东西进去的话 尤其放一些小物件的话其实觉得还是蛮深的 尤其是在行进当中你要是去从第三排手伸进去够点这个东西的话 我去往这个里面去掏的话很费劲 然后但是有几个地方我觉得设计台是挺不错的啊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门很高对吧 我们如果说在上面按一个那个电动关门的这个按钮的话 其实对于一些个子小的女生来讲比较头疼 所以他把这个按钮放到了侧面 然后放到侧面按一下咱就得跑出去对不对 不用紧张啊 这个给你时间的 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大概三秒钟这个门才会自动落下 它是给了一个呃 大家按完之后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的 另外一个设计的比较巧妙的地方呢 就是说它这里啊 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的那个12伏的蓄电池 没什么可说的啊 但然后就是这里有一个储物仓 放着我们的这个警示牌和补胎液 这个是没有地方放备胎 所以只能补胎液 当然你也可以在里面放一些其他的东西 空间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第二排的表现啊 其实跟我想象中的欧美的那种MPV有很大的差异 就是它的这个第二排座椅坐的还是非常的相对来说比较奢侈啊 那个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我不仅是这个腿部空间比较大啊 就是这个坐垫本身坐的也是很大 你可以看到我1米75的这个身高 后面顶到这个座椅的根部 然后我前面的坐垫能抵到我膝盖的这个腿窝子里面去 这个支撑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而且这个填充物软硬也十分的适中 你可能在视频里面看不出来的一点 就是说它的这个真皮的手感的确是好棒好棒啊 在克莱斯勒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这个官网上面 这个皮都是被大吹特吹的一个NAPA真皮 手感比你看到的样子要好很多很多 然后这个座椅呢 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是完全可以拆线下来的 我给拆给大家看啊 哦对了 第一步得先把这个头枕先拿下来 不然头枕会比较碍事 然后我们拨这里 可能要再弄一下这个 把它完全压湿 然后再拉这个 哎就可以了 哎我的腰 反正知道这个能拆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座椅的其他的有趣的地方啊 这个呢就是小周板 这个跟我们的大众系的很多车一样 大众系的这个MPV像图安或者是像SUV当中的野地 其实也都可以第二排拆掉 然后我们的这个克莱斯呢 也向大众的MPV致敬了一下 有一个后排小周板安 而且可以任意角度锁死 这个其实要比大众的那个要好很多 大家可以看这边还有一个USB充电口 这个膜都没有撕掉 真的是准型车啊 这里是一个储物袋 然后两边都有小钩子可以挂一些袋子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个啊 手机专享的一个小储物袋 这个可以直接充电放在这里 非常的方便 头顶呢是一个全景天窗 这个就不打开了 因为打开的话 我这个脸会过爆掉 所以就还是关上 然后空调的这个空置面板的一个位置 必须要吐槽一下 它在这一侧 我坐在这里肯定是没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这车有两米宽 如果你坐在这个位置的话 手勾过来就比较的蛋疼了 在燃油版的克莱斯勒大捷龙当中啊 这个脚底下是有一个储物格的 但是这台车没有储物格 我把脚垫掀开给大家看看啊 只有一个小小的盖板啊 这个盖板底下 其实就装的是我们的电池 它是就在车子的一个正中央的位置 大概有我们一个餐桌那么大的一个面积 还是不小的一块电池 这块电池可以给到16度的一个储能 16度的储能 其实对于大捷龙这样的车子来讲呢 跑的里程数还不算少 可以跑到将近70公里啊 这个跟我们那个国产的混动的大指挥官 是一样的一个水平 我们去看一下第三排啊 不过我先把这个得给合上 让摄影师好拍到我 这个第三排的这个乘坐体验 其实比想象中要好很多 跟我们很多小一号的像马八啊 这种夏朗啊 这种MPV比起来 它的第三排要好很多 你看这个这个第二排的座椅 基本上是顶在最后头的这样一个位置 但是我依然有个将近10厘米的这样一个腿部空间 而且头部空间也特别的好 你甚至还有一个独立的一个天窗 但是是手动的一个遮阳帘啊 这边呢也是有空调室风口的 而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背拖和储物 和你放一点私人物品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它的第三排还有下面的空调室风口 字幕提 LE covenant 李宗盖 编曲的编曲可以共构 编曲的编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下的这个储物槽子这样的一个动作 然后你就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第一排和第三排了 这样的车内空间 这个腿部空间绝对是非常够的 你躺在里面也可以 睡在里面也可以 坐在里面 那更不用说了 对不对 好 刚才忘了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第三排座椅的收纳 我们现在来秀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E没有 第一步拉它 使劲拉 自己就掉进去了 然后拉它 使劲拉 自己也就掉进去了 要拿出来呢 就是再反方向动 这个稍微有点费劲 刚才有多省劲 现在就有多费力 然后把它给拉起来 就可以了 还算是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 它的第三排完全放倒之后 有个小问题 就是 不是一个完全平整的这样的一个平面 所以如果你放东西的话 前面在空调出风口的这个位置 有比较大的一个坡度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它设计上的一个小小的取舍 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它第三排有一个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平躺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吗 这个平躺的姿势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说它第三排的座椅必须要设计的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我们要坐的舒服一些 然后我们的躯干角度要保持的很好 你别是窝在这里抱着膝盖的那种座子 所以说它这个底板呀 整体就要高那么一丢丢 也可能正是因为考虑到了 它的这个后备箱不算特别的平整 比较的高 所以说它的这个第二排啊 是变成可以拆卸的 而第二排的这个空间呢 我们就可以视为一个比较平整的这样的一个平面 摆一些重的物品的话会比较的方便一些 哎呦 它一直在怠速 这个车子我们刚才在拍摄的时候 一直是上电的状态 结果我发现它一直在发动机在工作 给我们的这个动力电池在充电啊 我们把车开到这边的时候 这台车其实只剩下六分之一左右的这个电量了啊 而现在呢差不多冲了有三分之一 整个过程大概也就是二三十分钟的这个时间 冲的还是蛮快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电动混动的示意图 这里有个电力潮流选项啊 这名字设计还是挺时髦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是开了混动车 我就特别喜欢看这个能量图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有了这个能量图我连音乐都可以不听 然后我就多说几句这个车机吧 这个车机叫U-Connect 我觉得设计的是非常的棒的 它的这个主要的功能呢都放在这上面 然后整个UI设计呢跟平板都差不太多 所有的这个按键呢都是比较大的 然后直接按就可以触动相关的这种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直接有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小纸质框 然后特别棒的一点就是说你可以拖拽一个菜单 然后放到这边来取代掉原有的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定义自己下面的这个快捷的启动了 车机下面的是一排快捷的这个操作按钮 比如说像自动泊车 倒是雷达关闭 然后车道保持关闭 这个车子的这个辅助驾驶做的还是比较到位的 平时在开的时候这个车道保持车道偏离预警 它的这个干预还是比较的明显的 再来说带有一个360的环影挂到到档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画面的清晰度还是不错的 而且图像几乎没有时针 其实它的这个停车问题真不用太担心 虽然说大吉隆这个车子很大 但是你看啊 它中路才做了一个断开式的这样的设计 其实它可以容纳的按钮数量是很少的 像我们常用的什么天窗操纵啊 像那个两侧电动门的这种操纵啊 都被移到了上面去 所以上面有一些按钮 其实使用频率是非常高的 它之所以要做一个断开式的设计呢 其实还是为了能够获得一个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储物空间有多少 这里有一层 然后下面有一层 而且特别的深 我估计放一个手机 这个放手机都是没问题的 你可以放两三部手机在这里 然后它下面呢 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啊 这个里面大概有两升左右的一个容积 还是比较深的 然后这边还有五个圆形的插槽 除了放打火机之外 我不知道这个插槽还能干别的东西啊 看不太明白 然后底下这里呢也是可以放很多很多东西的 像点源器都被放在很靠下的这个位置 然后里面还有USB也是支持CarPlay的啊 大家可以直接插一下 然后这下面也是储物空间 然后两个杯架 这边呢也可以放一些像钥匙啊 像门禁卡这些东西 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你可以看所有的这个储物空间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太多使用过的痕迹 都是保持了一个很干净的状态 在我们手能摸得到的地方呢都是有软性的橡胶垫放在这里 所以你放上去的时候 一方面是可以防滑 东西不会乱丢 另外一方面就不会有太多的异象 考虑还是比较周到的 你以为储物空间这就完了吗 这么大的车门不好好利用怎么办 这里有一个小的储物盒 这里也有一个小的储物盒 下面有个更大的储物盒 然后还分成了两个区域 但是下面这个最大的储物盒呢 有一样东西不能放 就是我们的雨伞 因为雨伞要放在它专用的这个储物空间上 好了 车内的情况我们就看差不多了 在把它开出去溜达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发动机舱 讲一下它的混动系统 哦 对了 这个发动机舱你可以看到啊 它上面这个塑料薄膜都还在啊 准型车 再强调一遍 这个是一万五千多公里的准型车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台车的这个混动系统啊 这个混动系统呢 其实内燃机的部分跟国产的这个吉普的混动啊 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它用了一个3.6的自然吸气的V6的发动机 而它后半截就是包括电池 包括电机 电控这些地方 都是跟国产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名字叫做SIEVT 其实它的这个名字和它这个背后的结构原理 都跟丰田的那个ECVT非常的相似 尤其是跟第四代的TNGA的这个ECVT非常的接近啊 两个电机都是同侧的一个平行的布置 然后是一个单一的这个输入轴 把扭矩传递进去 这个输入轴是跟我们的曲轴是同转速的 其实ECVT的优点啊 比如说是像它的这个动力结合都比较的顺畅 然后可以在多种不同的这种混动模式间来回的切换 让大家的效率都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这些优点呢 其实在我们的这台大街龙混动站上 也都是能够得到体现的 它们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台车 它用了一个很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台自然吸气发动机 跟我们燃油板上的那个3.6呢 基本上一样 但是呢在工作模式上有一点点区别啊 它是一个阿特金森循环 一个模拟的阿特金森循环 也就是说它通过可变气门证实 实现了一个膨胀比大于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它的这个燃效要比普通的燃油板的大街龙呢 要高一点点 好 现在它终于停下来了 我们看看它给这台车充了多少的电 顺便把车开出去溜溜 哇 真的烫啊 现在都是一个纯电驱动的模式啊 我们现在充了大概有还是三分之一多一点啊 不到50%的这样的一个电量 现在表显的这个电动续航里程呢 是14公里 这个是我拿到这车两三天以来最长的一个电动续航里程 然后我这几天开它差不多跑了有91公里的里程 上面表显我电驱跑了33.9公里 然后纯油是57.2公里 综合油耗呢是9.8升每百公里 这个油耗如果你想到的是一个3.6升的一个MPV 自重达到两吨多啊 这个油耗其实是相当给力 但是我不满意 因为这个油耗是因为我们刚才长期停在这里 它在给电池充电充出来的油耗 其实它正常的一个工作的代步的这样的一个油耗 应该是可能在8升左右 如果说道路比较通畅的话 它可以控制在7.5以内 而我自己跑出来最好的油耗呢 在比较通畅的道路下应该是有7.2 7.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个数字就真的是令人太为观止了 对不对 刚才不是说它在满电的情况下 能够让这台车跑70公里吗 如果说你自己在家把这台车是充满了状态的话 它的这个最低的油耗 据它官方的一个数字啊 应该能跑出两升每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这台车的油箱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也就是60升左右啊 跟我们的家用轿车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而这个16度的电池呢也不算大 两个不算大的东西加起来 能够让这台车有差不多800多900公里左右的续航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能耗水平 应该是足以让所有人满意的 其实呢有这样的油耗表现啊 我觉得这台发动机真的是非常的给力 因为混动车有一个 关于油耗的一个天生的不利的地方 就是说它是一个间歇性的工作 但是车辆行进当中它的散热是持续的 所以我们跑起来的话 它的油温水温比起正常的内燃机车来讲呢 都是偏低的 偏低的这个油温水温 对于发动机来说 控制油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不利 它必须在一个 比如说10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温度下 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油耗值 如果温度低的话 它的油耗肯定要比正常车要高很多的 但是对于我们混动车车主啊 这个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马上天气热了嘛 车里就经常吹空调 这台车可以远地吹空调 不要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你不要想着车子怠速时间长了 我这车这个积碳多啊什么的 油耗高啊都不用考虑啊 直接动力电池吹到爽为止 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这个加速的表现啊 这台车会一台混动的MPV 加速能够多很 我告诉你很厉害啊 0百加速8秒多 汽车加测过的应该在8.5秒以内 这个加速水平 哎绝对让你吃惊对不对 我开下来的感觉就是 油门的初段 它的这个呃 在油电都工作的情况下 加速度这个推背感不是特别的强烈 但是速度稍微起来一点点 这个发动机内燃机和我们的这个电动机 都可以以满功率往外输出的时候 它的这个推背感啊 它的加速感就非常非常的明显 绝对令人印象深刻 能跑出8秒多的成绩 其实在你感受过那个推背感之后 你就觉得绝对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我们又把车给溜达回来了啊 在自己的停车场里给大家说一下最后的车主观点 但在说车主观点之前呢 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台车的车况啊 这台车是江苏常州的牌照 大家可以看到是挂着新能源的这个车牌啊 车子是2020年11月份才上牌 到现在半年车龄都不到 车子现在跑的是1.55万公里 里程也不算特别多 里里外外都是一个准行车的城市 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塑料膜在这边 它在我们小程序上的价格是40.88万元 而我们就看了一下混动的大结龙 现在的优惠呢 其实是比较少的 它的落地的价格基本上都是在50加了 也就是说这台车在上牌半年的时候 就一下子掉了大概11万12万12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这个还是不是非常保值的啊 OK来正式交代一下我这两天对它的一个印象 首先先说一下缺点 这个车第一个缺点就是尺寸啊 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人嫌它太大了 尤其宽度这一块 但是就像刚才也说过了 就是它的这个360环影啊 还有自动驳车啊都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说大家对它的停车不要太害怕 只要说自己家车位比这车大 它应该就是能够挺进去的 第二个缺点呢 就是它第二排的这个空调操控的按钮啊 在它的副驾驶这一侧 如果说您坐在主驾驶这一侧 第二排的话 你去够那个空调面板 其实是非常非常远的 第三个缺点呢就是它第三排这个地板啊 是不平的 如果你把第三排座椅给收纳下去 你想往里面放东西的话 那个小坡可能会让你比较难受 第四个缺点呢 可能就有点强求大街龙啊 就是说它的第二排座椅不是航空座椅 没办法 这个在中国市场上 带航空座椅的这个MPV 现在是越来越流行啊 如果说这台车也能去换一个 针对中国市场去换一个特别的特质的一个航空座椅的话 我觉得会是锦上添花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它的这个优点 它的第一个优点呢 同样是尺寸 就是说它的这个车内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从外面来看 这台车可能是尺寸过大是一个缺点 但如果你坐在车里面的话 这个尺寸巨大 除空间超多 就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 第二个优点就是这台车自己的一个优点 它的这个内外非常非常的型 非常多的地方都贴了塑料膜 都还没有撕掉 半年车龄一万多公里 这个橙色绝对符合大家的要求 第三个优点就是它的配置 做工还有车那种科技感 非常非常的足 绝对让你满意 是一个四五十万车子该有的表现 四五十万这个价位的轿车有的 这台车上也都有 第四个优点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混动系统啊 表现的非常的不错 无论是这种动力结合 切换时候的那种顺畅的程度 还是它内燃机运行时候的那种噪音 还是它的这种油耗的控制 都是让我喜出望外的 然后相对应的就是说 它在混动系统油耗控制 做的那么出色的前提条件下 它的动力性竟然没有丢 零百加速只有八秒多 超过了很多同价位的 这个燃油车的表现 这个让人喜出望外 觉得超值啊 而这台混动大街龙身上的 最后一个优点呢 可能是对以上内容 所有的一个总结啊 就是说它是一台 非常非常有细节 有很多地方让我们去把玩 去体会的这样的一台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就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我们越来越喜欢那种平淡 但是富有层次感 可以去慢慢体会的这样的东西 我们比年轻的时候 更喜欢去喝茶 喝咖啡 更喜欢去小酌两杯 虽然喝的不如年轻时候那么多了啊 另外呢 我们也会花匪夷所思的价格 去买一套音响 去买一件非常考究的西装 去买一辆以前不敢想象的车 目的也是为了去体会 以前体会不到的东西 我们很多人会去买一辆 保时捷奖励给自己 目的是去体会保时捷那种 非常富有层次感的这种架控体验 在这里啊 请去我厚着脸皮说一句 就是我们这台混动的大街龙 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多的细节 供大家慢慢把玩 感谢观看